其实呢 讲道的关键不是一个技巧 是有一个激情 不是技巧 是激情 这个如果说人坠入了爱河 其实他是没有口才的人 他能想办法表达他心里面所存的 所以同样的就是说 我们要是和神有关系 有接触 有经历 那我们肯定有话说 我们肯定有东西分享的 Amen 因为我们不是在见证一个 像是我们从书上看的一个东西而已 我们是在见证一位活的神 Amen 真神 活的神 行事的神 为那些等候的人 行事的神 真神 所以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话讲 可能我们要往里看 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好像也没有心给人传福音 我们可能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之前我那么火热 为什么之前我那么愿意跟别人分享 但是现在我好像 我爱在心里口囊开 哦 是吗 不是这样子吧 可能出了问题 对吧 可能我们里面出了问题 可能我们跟这个生命的全员断了 关系 对吧 可能发生了一个故障 可能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障碍 可能我们本来看得很清楚 现在我们看不清楚 现在我们看不清楚了 现在我们看不清楚了 对不对 可能我们变得近视了 本来我们看得那么的大 那么的漂亮 那么的荣耀 但现在好像模糊不清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如果这个人在我们生命里面 如果这位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得事不得事都有见证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开这个茶几会轮流分享 有时候有很多人没有什么话可讲 有见证吗 今天有没有见证 没有人讲话 没有见证 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我们要想很久 想到一百年前有一次 一百年前 你只有一百年前的见证吗 一百年前太久了 我们需要今天的见证 今天能够见证神的恩典 今天能够见证神的看顾 今天能够见证神的保护 今天能够用我们的生命 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 Amen 为什么在使徒行动里面 门徒们 使徒们出去之前 能够见证有个前提 他们已经知道福音的信息 他们已经看见了耶稣从死里复活 但是还没有拆拍他们出去 要等候在耶路撒冷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领受圣灵能力 这个是个经历 这个是一个经历 神的灵充满 让这些大都活过来 然后呢 他们出去见证 不只是口 不只是风吻而有耶稣 现在什么 他们整个的人 经历了复活的耶稣的能力 他的圣灵的教官 你知道吗 接下来 他们还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他们是在见证 我告诉你 我有一次在新加坡参加了一个 神学的一个课程 这个老师从美国飞过来 很出名的 卡森博士 卡森博士 他从美国一下了飞机 你知道新加坡到美国不是很近 大概也要三十多个小时 包括这个转机各方面的 他下了飞机 进到教堂里面 上台开始演讲 休息都没有休息 而且他根本没有笔记 而且他开始讲 很深的神学 我非常的惊讶 我看到这个 他都没有笔记 而且他讲了 一个一天 讲了一天 不是一堂 是好几堂 他是怎么做的呀 背诵的 他演讲 他应该快八十岁了 他讲了这些道 他讲了五十年 他都数乱了这些道理 他都不需要背课 他都不需要去干嘛 他可以把这些内容 讲出来 其实这个不是耶稳教我们所做的见证 我不是在批评这个 我只是用这个做一个例子 不是耶稳教他的门徒所做的见证 他不只是让他们把一个道 一个理念 一个念头 一个思想 一个神学 所以说出来不是这个东西 不是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他首先让他们必须要首先领受圣灵 为什么 因为有了圣灵 被圣灵充满 是有活泼的能力 是一个个人经历的道 能够体会 能够尝到主要的滋味 而且接下来 他们不断要再被圣灵充满 为什么 圣经说 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 为了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 他们已经看见耶稣基督复活 他们可以去做一个见证 对 但是那个不够 那个不是神所要的见证 一个平面的 就是这个逻辑方面而已 不是的 他要一个蛮有能力的见证 充满灵力的见证 充满恩高的见证 有一个超自然的 一个方面 超自然的资产 这样的一个见证 叫听众 哑口无言 无法辩驳 无法反驳 讲员所讲的 不只是因为他的逻辑强 更是因为有灵力 有能力 有超自然的能力 不只是一个人的激情而已 是超越这些领域 超越 是生透人的心 是开人的信念 是让人经历神 是让人知道这个道是活的 这位耶稣是活的 我知道了 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透过保罗讲这些 透过他的心灵 透过他的阐释 我听到了神的声音 我也可以说 我看见了复活的耶稣 虽然我的眼睛没有看见 但是我的亲眼看见了 这个是福音 这个是道 这个是见证 复活的耶稣 是带着能力的见证 是带着能力 荣耀 恩高 圣灵 灵力 说服人的 不是用逻辑而已 用逻辑肯定 用一些 就是什么经文 什么例子 什么比喻 对 都要用 但是 有另一个方面 另一个 这个因素是超越 超越 渗透 渗透 渗透人心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要做这样的见证 我们要领受 这样的一个道 我们要相信 这样的一位耶稣 不就是一个 一本书的耶稣 一个思想家 一个神学家 不 有思想没有错 有神学没有错 有个框架 有一些道 没有错 都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不仅仅是 介绍一个新的思想 我们不仅仅是 介绍一个新的神学的立场 不 我们在介绍 一个人 道成了肉身 所以是人 也是一位神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一个活的 耶稣基督 正在那个掌权的 耶稣基督 此时此刻 坐在神的右边的 耶稣基督 知道万人的心 知道万人的生命 知道万人各种各样情况 他都知道 没有一个人他不知道 活的耶稣 无所不知的耶稣 无所不能的耶稣 无所不在的耶稣 不只是一些思想 我们需要思想 我们需要明白 OK 我们是领受这一点 这个道理 这个正 没有错 感谢主 有这个根基 就像耶稣带他的门徒三年 教导他们 他们听他讲道 听他知道 讲道 听他的比喻 听他讲天国 看见他把天国 彰显出来 但是必须有一天 天国进到他们里面 他们整个人 被天国的能力 充满 甚至到开始把天国的语言 都说出来 满意了 无法控制自己的舌头 超自然的开始说别国的话来 把荣耀归给神 就因为圣经 甚至们受圣灵都会发预言 都会开口开始宣告 是意味着有一个充满 你知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标记是什么吗 我们无法门 我们无法闭口 我们一定开口 见证耶稣 宣扬耶稣 分享耶稣 是必须的 必须的 圣灵充满一个人 不是让他沉默 是让他说话 说什么话 见证耶稣是活的 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了 见证耶稣基督此时此刻 站在我的生命里面 耶稣基督是活着的神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你 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你一切的罪 耶稣基督叫你此时此刻要悔改 要降服于他 耶稣基督警告你 有末日审判 你完蛋了 你不悔改 你要灭亡 你快点悔改 有圣灵内住 有圣灵充满 我们一定赞美神 我们也一定警告人 吴勋节我们看见 两件事情都发生 他们都同时受圣灵 然后他们也开始 这样方言 这个方言的意思我们看到 是在把荣耀归给神 是开始述说 人跟神说话 是人跟神讲方言 不是对人讲方言 吴勋节那天 周围的人听见也听明白 是个神迹 但是他们看到的是 不是那些人 针对他们开始用方言传分 不是的 而是看见他们在那里 敬拜赞美 把荣耀归给神 然后他们听明白 所以他们觉得稀奇 但是那天 不单是有他们 敬拜赞美神 用方言 而且我们看到彼得 在那里站起来 开始讲道 这个时候 神的灵 降临在彼得的身上 让他对人说话 圣灵充满 一定流露出来 我们之所以软弱 没有见证 是因为我们内在的缺乏 内在的干旱 内在的旷野的生活 内在的不兴生 内在的不复兴 Amen 我们不小心地闪灯 然后因为堵堵堵堵 然后我们可以 大家都说 你看这个教会很酷 那个你知道会吸引 什么样的人吗 肉体的人 败坏的假基督徒 成千上万 你搞一个 像一个夜总会的教会 你可以叫整个 亚加达的那些假基督徒 都会来你家 都会来你教会 只要那个音乐是很专业的 那个环境很酷 你可以吸引非常多的人 非常多的 Hill songs 都会来的 明星都会来的 歌手都会来的 都会来的 但是他们大部分 最后也是灭亡的 要让人去到一个建筑物里面 不难 他们到处都在做 要让一个人进神的国 要求神真的与你同在 要求就是神真的 居住你心里 Amen 我们翻开《使徒行众》 第二十二章十四节 我要我们默想 保罗蒙着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在二十二章十 保罗在给他的见证 然后他在这里说 我们祖宗的神 前选了你 叫你明白他的旨意 又得见那异者 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对着万人 为他做见证 保罗是要做 耶稣基督的见证 那么他见证 耶稣基督的前提是什么呢 他要明白他的旨意 要看见那异者 要听到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保罗成为使徒 不是他学了多年的神学课程 然后因为完成了课程 他掌握了这么多的知识 现在就是可以成为使徒了 不 这个不是神的见证人 保罗怎么样成为一个使徒呢 他 遇见了 他看见了 他听见了 这不是 既然不同的吗 这不是天然之别的吗 就是一个只不过是知识的层面 看书 了解啊 有点口才 可以演讲什么神学课程啊 那个不是神的方法 神的方法是什么 要兴起一个使徒呢 向他显现 让他看见 让他听见 让他 遇见 耶稣 他不是遇见神学 他不是遇见 知识 他不是遇见 一个道而已 你明白吗 他在遇见 一个人 他在看见 一个人 他在听见 一个人的声音 他是在 跟一个人 发生 一个 一个关系 一个交流 一个沟通 一个相遇 这是无可否认的 神 拣选 见证人 神 拣选 使徒 你知道吗 他 他约过了所有的法利塞人 他们学习摩西的律法很多年 他们积累了很多神学的知识 很多的 懂的 疑问 疑问 非常的 他们 疏懒了 他们明白 他们 摩西的律法都背诵了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被拣选 除了保罗 其实保罗本来也是法利塞人 但是他不是因为那些条件被拣选 甚至他要基本上 从某一个角度要否认那一切 当然后来是有一些用 但是他背景 那个知识 开始有用 是当他 遇见了耶稣之后 看见了耶稣之后 听见了耶稣的声音之后 那么我们上个星期三 我们谈到 关于那个 一个比喻 耶稣讲那个比喻 关于那个言习 有一个人 预备了一个 非常丰盛的言习 然后他就派他的那些仆人 出去邀请人 然后被邀请的人是怎么回答的 我刚刚买了一块地 我要去看看 我刚刚买了五对牛 我要去试一试 我刚刚成家了 我要去陪我的妻子 都是找到了一些 冠冕堂皇的理由 冠冕堂皇的 好像这个是 这个买地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 他买了五对牛 这个是一个投资 他要去经营公司 他的家庭 这是大事 这个是大喜事 都找到了这样的一些理由 后来耶稣说 他们没有一个得偿 他的言习 后来耶稣怎么说 你若不恨父亲 恨你的母亲 恨你的妻子 恨你的儿女 恨你的兄弟姐妹 甚至你自己的性命 你都没有资格做我的馒头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说 你必须要撇下你一切所有 你才能够做我的馒头 下一张你知道他讲什么吗 你不能够又 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你不能够又侍奉马门 又侍奉神 不可能的 你必须是一心一意的归向主 只有这样 要不然是假归向主 除非是一心一意的才叫归向主 有一处在旧约圣经 我们看到约西亚 约西亚他经历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复兴 全伊斯利丢掉偶像 都来做礼拜 都来宣誓 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等等 非常的奇妙 但是你知道耶利米怎么样讲 耶利米是先知 耶利米他有先知的眼光 耶利米当时也是在发语言 耶利米说 他们在表面上归向我 实际上是假意 我们看到那个历史 是一个很荣耀的历史 哇 约西亚 好像约西亚 我不记得他脚上的名字 那个王 但是哇 这个是很荣耀的一个复兴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运动 对 在表面我们看到 好像是那样的 但是实际上 我想从这个先知耶利米的角度 说是假意 为什么 因为没有全情全意 没有心意 归向主 所以我们谈到那个比喻 然后耶稣解释之后 我们就开始看到原来 耶稣基督的价值 我们很容易不够珍惜他 我们很容易不够珍惜他 我要讲的信息 就是基督的福音 什么叫基督的福音 非常简单 基督就是福音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福音 我们可以争论很多的 从很多的角度 新约圣经的福音是什么 是天国的福音 都是有道理的 是天国的福音 但是神怎么样赐给我们 祂的国度 祂赐给我们 祂的儿子 很多人认为 福音是耶稣做了什么 有时候这些说法本身 不完全是错的 但是我怕是会 错过焦点 有的人认为福音是 因性成义 就是说白白的领袖赦免 成为一个义人 他们说这个就是 福音的核心 有的人认为是 死后上天堂 有的人认为是 可以免去地狱的火和审判 说这个是福音 那么我们不否认 这些道 这些道理 这些真理 但是我否认的是 那些东西本身是福音 不是福音 福音 新约圣经的福音 是耶稣 是一个人 是一个王 这个是福音 这个是福音 不是不杀地狱 那个不是福音 不是上天堂 那个不是 那么 不是你的罪得赦免 那个也不是福音 耶稣 耶稣 受高的王 是福音 神没有赐给我们赦免 神没有赐给世界赦免 神没有赐给世界 因心诚意的道理 神没有赐给世人 上天堂 圣经告诉我们 神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 你明白吗 我们不崇拜 一个神水的道理 我们不是在崇拜 神给我们的什么礼物 我们要崇拜 神的儿子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 就是他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 给了什么 他的儿子 耶稣 约翰一书第五章 十一节说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主书一十二节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 我们不否认 我们不否认 我们不否认我们的罪 得赦免 我们不否认上天堂 免去下地狱 哈利路亚 阿们 但是我们把焦点 不要混淆焦点 我们要明白清楚 耶稣 基督 是神的恩赐 是神所赐的礼物 在他里面 有赦免 在他里面 有永生 在他里面 有诚意 白白的诚意 被接纳 但是神所赐的 是他的儿子 我们所得的 是一个关系 你明白这个吗 你得到的 你需要的 不是一个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 哦 我已经经历了那个 我重生了 所以都好了 你经历了什么 关键不是你 过去经历了什么 关键是 就像约翰在这里说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 你有神的儿子吗 我们 有神的儿子吗 你看到了吗 这个 哇 我们一下子就 好像 把整个的这个 这个问题放在一个 新的 好像一个不同的眼光里面 我们以为 我是要 要得到 这个重生的标记 我要得到 这个被生命的标记 不是 你知道那些 都有假吗 永生不是在一个经历里面 永生是在 耶稣里面 你有了耶稣 你有永生 你没有耶稣 则没有 则没有 没有永生 什么叫永生 死后上天堂吗 不 那个不是圣经给永生的定义 当然 如果我们 拥有永生 要持续到永远 但是 什么叫 永生 约翰福音 十七章告诉我们 耶稣 给了一个定义 约翰十五 对不起 十七章 耶稣说了这话 就举目望天说 父啊 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正如你曾赐给我 他权柄管理 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 赐给你 所赐给他的人 接下来 他就给定义 认识你 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 所拆来的 耶稣 基督 这就是永生 永生是一个关系 知道吗 隐性成义是一个关系 在一个关系里面发生的 有了这个关系 就有这个 没有这个关系 就没有这个 重生是发生 在一个关系里面 就是福音 另外谈到的那些福气 都发生在一个关系里面 你有了这个关系 就有那些 你没有那个关系 就没有那些 说白了 我想我们很多人明白 现在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成功学 对吧 就是一种 就是好像是要利用耶稣 来得到 经济的 这个财富 对吧 要利用 耶稣 要经历 所谓的 丰盛的人生 要 透过神的话 好像要来 丰富你的生命 要让你的 人际关系 都很繁荣 让你的经济的 条件都很蒙福 要让你生命 每一个领域身体健康 这个是所谓的 成功学 成功学有什么问题呢 难道神 不在乎我们的家庭生活吗 难道神 不在乎我们身体的健康吗 难道神不在乎这些 其实我们知道 神在乎这些 在福音书上 我们看到耶稣 确实医了很多人的病 供应人的需要 他们没有东西吃 耶稣 超自然地给他们东西吃 我们看到神 确实会在乎这些方面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 他把那些东西 当作焦点 然后耶稣 只不过是一个跳板 能够让我 能够得到这些东西 这根本就是 拜偶像 是拜今生的 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 是来利用神 为了得到今生 根本就没有看中 神的荣耀 对不对 这个是 亏损神的荣耀 到一个什么地步 要利用基督 他本来就是荣耀 他本来就是教典 他本来就是永生 他本来就是创造者 他本来就是 唯有他 唯有他 认识他 才是永生 才是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 需要我们一切的 这个 这个渴望 我们的渴望 就是他 而我们不要他 反而要今生的 这些败坏 必修坏的这些东西 身外之物啊 什么的 这个是何等的一个罪 何等大的一个罪 不是吗 你把荣耀的神 放一边 或者说 只要利用他 摸一下他的大肚子 希望能够得到金子 银子 妻子 儿子 房子 车子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所谓的成功学 的这个 这个 败坏到极点的 因为 根本就是放弃神 和他的荣耀 把今生的东西 好像 这个 那个 高举今生的东西 然后说 神就是爱你 所以他要把这些东西 都给你 这是非常可恶的一个东西 同意吗 而且他根本不讲罪 他根本不讲救赎 他根本不讲神的荣耀 神的公义 人的败坏 他根本就是一个假的福音 好 我们明白 但是 我要说的意思是 这个罪是什么呢 利用神 达到自己的目标 明白这一点 记住这个 这就是成功学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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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谬的 这个 这个 根本的原因 是利用神 得到 自己心里 真正想要的东西 所以 弃了神 拥抱了 今生 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错的 我们都知道 是一个假的福音 对吗 但是我要说的意思 现在是这样子的 那个不是唯一的 假福音 还有什么样的 假福音呢 其实这个第二个 没有第一个 那么的 败坏 那么的 错误 但是我要我们 更新我们的 心思意念 用一个 新的眼光 来看到这个问题 来明白 这个错误的所在 还有一种 假的 福音 什么福音呢 他用真的东西 赤免 赤免 上天堂 不下地狱 免去审判 重生 因心诚意 被圣灵充满 他利用神 来得到 神所赐的礼物 即使是真的 重生 赤免 这个 因心诚意 其实他真正的追求 不是神 本身 不是 他只要不杀地狱 就可以了 他对神 其实也没有什么爱 也没有什么 渴慕 也没有什么追求 他只是要有一个 标签 我重生了 我要 我要拥有 永生 我要你明白的是 虽然那个对象不一样 跟那个前着 那个成功学的 对象是不一样 但是那个心里 是一样的 懂吗 那个心里 是一样的 利用神 达到自己的目标 有一个传道人 芬妮 说过一句话 大概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 如果你信耶稣 仅仅是为了不下地狱 你一定会下地狱的 如果你信耶稣 仅仅仅是为了不下地狱 你一定会下地狱的 我认为他的说法很有道理 好像是一个 还没有真正的 遇见神的一个心理 对不对 他只是怕地狱 我记得我 这是现在二十多年前了 可能甚至三十年前了 我不记得 可能没有 二十五年前了 我们在墨西哥 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会在一些 非常贫穷的一个 社区里面 那边的人 都是没什么事情干 所以他们 可能也没有工作了 也很穷 所以我们会放一个电影 很多人都会来看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大概就是 应该有一百个 一百个都是很多男的 很多男人 墨西哥人 男人也是很 那个 macho 不知道 你明不明白 什么叫 macho 就好像是很 男人主义 就非常强 对吧 中文叫什么 这个 反正就是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汉 不知道 反正就是男人主义 很强 知道吗 那个了 女的是在我 一下 OK 我们放了一个电影 非常 拍得非常夸张的 七十年代的 可能 最 可能是七十年代的 一个 一个电影 关于地狱 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 看那些画面 就是有那些 奇事录里面的那些 怪兽啊 然后你看那些人 被扔进这个火壶里 我告诉你 那个电影接受 没有一个 男子汉 没有一个 不在那里 嚎啕大哭 哀哭气齿 大声的 男的 墨西哥的男人 都在那 他们甚至是发抖的 因为怕 地狱 如果我能够现在 回到那里去采访那些人 你认为应该有几个 是在跟随耶稣的 如果有一个 我会非常地稀奇的 如果有一个 我会觉得成功了 因为往往 没有几个 没有几个 你说你不怕地狱 我也怕 地狱是真的 我重生的时候 就是因为地狱 这个道 这个真理 因为我知道 我不会改 我灭亡 如果不是这个 我不会会改 但是如果那是我唯一的 而且到现在 我里面对耶稣 没有爱 没有要渴慕祂 要亲近祂 要认识祂 要跟祂经历过 那就说明 我这个重生 可能是有问题的 肯定有问题的 肯定有问题的 神处刺的 是一个关系 是祂的儿子 如果我们对这个 不问不问 不感兴趣的话 那就说明 我们很可能 依然在门外 我们得着了耶稣 我们得着了这个关系 我们也同时得着了救恩 赦免 没有错 但是那些东西 总是不能够取代 我们的主耶稣 你能够想到 有一个家庭 结婚 女的 嫁给男的 为了什么 因为钱多 其实这个现在 非常的普遍 似乎是已经 很正常的 但是我自己认为 这样的男人 接受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实在是把自己 看得太低了 她不喜欢你 她根本不爱你 她爱的是你的钱 这个是什么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 家庭生活 败坏到几点的一个表现 根本就是不再谈什么 爱情 现在是一个交易 你每个月能够给我 多少钱 那个房子多大 车子什么牌子的 什么的 银行里面多少钱 每个月你要 要补贴我多少钱 这个是什么 你不如去找一个妓女 有什么两样 这根本是 是什么了 你把自己看得那么低啊 明白意思吗 一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家庭的基础 是彼此相爱 彼此包容 接纳 沟通 对吧 但是 你让那些都不要 你只要 对方能够给我什么益处 对方能够给我钱 能够给我一个房子 能够给我一个车子 我要的不是那个人 我要的是 他给我的那些东西 你明白这个比喻吗 OK 我们现在 我们回到神的身上 你要神本身 还是你要他资给你那些礼物 我们不能够把福音变成 一个跳板 一个敲门砖 一个能够好像让我们 就是成功 那个是福音变质了 扭曲了 扭曲了 篡改 商业化 我们来看一些经文 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好吗 我的论点 就是耶稣是福音 耶稣 基督 就是受高的王 就是福音 就是你我 需要的 在 在石头行传的第五章四十二节 他们就每日在店里 在家里 不住的教训人 传 传 耶稣 是基督 他们所传的是 耶稣 是基督 这个是福音 我们看一下八章四节 十足形传 都是在十足形传 八章四节 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处去传道 菲利 撒撒玛利亚 就去宣讲 基督 他不去讲一个道 你知道吗 他去讲一个人 哈利路亚 神要给你的 不是一个道 不是一个经历 是一个关系 Amen 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这个是我们的心里 所渴望的 这个八章三十五 三十五 菲利 就开口 从这经文上起 对他传讲 耶稣 哈利路亚 你心里能不能欢喜 你听到这个 你心里有没有欢喜 他没有跟他传讲赦免 他没有跟他传讲上天堂 他没有跟他传讲不下地狱 他跟他传讲 耶稣 也许他提 他肯定会提 他们都提赦免 耶稣讲地狱 没有错 没有错 我们不否认这些道理 但是我们要把焦点 放在正确的地方 明白吗 我们一点不小看 避免地狱的活的 之心 这个是大福啊 弟兄姐妹们 这个是大福啊 我们不下地狱 是大福啊 我们的重罪 得赦免 这是大福 我要说的 不是把那些 放得好像低啊 什么 不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有更大之福 更大的 更荣耀的 更奇妙的 耶稣 耶稣 愿大过 愿巧过 这一切之福 他再大 再奇妙 耶稣 万万之王 珍珠 珍珠自我们找到了 那个天里埋葬的 那个宝藏 耶稣 不是不杀地 不是上天堂 不是 是耶稣 耶稣 不是他为你做了什么 不是什么祝福 不是什么将来你要传福音 不是什么东西了 耶稣 我怕的是我们有言无主啊 我们看不到 他多么的宝贵 包括我自己 我不只是对你们讲道 我是对我自己讲道 对我们每个人讲道 我们不够珍惜耶稣 你说是不是 我们上次分享了一个比喻 你有没有发现 你也会有类似的一个倾向 什么推辞 你被邀请付这个延续 但实际上你宁愿去看你那块地 你宁愿去试一试你那个五对牛 你宁愿去陪你那个妻子 难道你没有发现 你自己本来也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倾向吗 我们需要回到耶税 我们需要珍惜耶稣 我们需要爱上耶税 我们翻开这个第九章 十图形状 第九章 二十节 就在各会堂里宣传 耶税说他是神的儿子 他不是在讲道理弟兄姐妹们 他不是在讲一个神学的论典弟兄姐妹们 他是在讲耶稣 他在讲一个人 他在讲神的儿子 他在讲一个关系 第二十二节 当扫罗越发有能力 拨打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基督 十章三十五节 原来各国中那经为主行医的人 都为主所悦纳 神接着耶稣基督 他是万有的主 传和平的福音 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 和平的福音 是耶稣基督 十七章 第二节 保罗叫他速来的规矩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成名 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 又说注意 我所传于你们的 这位耶稣 耶稣就是基督 就是基督 十八章第五节 希拉和提摩太 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保罗味道迫切 向犹太人证明 耶稣是基督 二十八 在众人面前 极有能力 拨到犹太人 以圣经证明 耶稣是基督 十九章的第四节 保罗说 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 告诉百姓当心 那在他以后 要来的 就是 耶稣 第八 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 一连三个月辩论 神国的事 劝化众人 后来有些人心里 刚硬不信 在众人面前 毁谤这道 保罗就离开他们 也叫门徒 与他们分离 便在 推拉奴的学坊 天天辩论 这样有两年之久 叫一切在 亚西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都听见 主的道 在第二十章 二十章 二十节 你们也知道 凡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 证明 当向神悔改 信靠 我主 耶稣 基督 二十四章 二十四节 过了几天 菲利斯和他 夫人 犹太的女子 图西拉 一同来到 就叫了保罗了 听他讲论 信 基督 耶稣的 道 二十八章 最后 二十三节 他们和保罗 约定了日子 就有许多人 到他的 狱处来 保罗从早到晚 对他们讲论 这是证明 神国的事 以摩西的律法 和先知的书 以耶稣的事 劝勉他们 耶稣的事 劝勉他们 然后我们就看 最后三十一节 放胆 传讲 神国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 教导人 并没有人 禁止 我们的福音 不是一个道理 不是一个山水的立场 或者是一个真理 我们的福音 是一个人 是一位神 是一个我 这就是福音 这就是福音的焦点 而且呢 它里面 包含了 所有那些其他的 我们常常 就是 当作福音的那些 但是都不是福音 是福音的一些 一些福气 但是耶稣基督 基督 本身 耶稣基督 本人 就是福音 就是这个内容 也就是我们 所 需要的 是神 赐给我们 为了祝福我们 为了拯救我们 为了改变我们 为了挽回我们 但是他给我们的 不是一个东西 不是一个经历 而是一个关系 认识他 独一无二的 唯一的真神 并且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这就是 永生 Amen 我们来祷告